那么伊朗发现最薄弱的一些环节 经济的战略上的和军事上的 是在过去N年 这周年里面一直是属于比较弱 这就是我们一直给它与压力 这是美国人 美国政府一直要保持痛压力 我们要保证它不和人家之处的招数 实际上是 我们在这个 在四年里面 我们越来越这个靠近伊朗战争 我们现在越来越 越激进第二个方面就是 我们郑总统先生的这样一些 你去了中东 你去了埃及 你去了沙特 你去了托拉尔及和伊拉克 但是你没有去以色列 你没有去以色列 这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 另外一方面就是 他们也意识到你没有去以色列 你知道在美国的这样一个TV上 有许多一些这种没有去的一些地方 你知道他们 有些媒体说 美国现在是 能够 他们垄断了一些国家 他们成为独裁 实际上美国绝对不会成为这样一个独裁 那这段先生 当我从上证执政的时候 我考虑到自己的军队 当我去 带候选人去以色列的时候 我当时确实获得了他的一些支持 我去了这个 我 我需要考虑到自己 我们与以色列人民之间的连接是不可断裂的 我们有一些这种过去的一些 来自于哈马斯的这样一些导弹 这样一些这种 经历 我提示了 实际上这对于我自己的孩子而言 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实际上建立了 支持了一个项目 来去 扶持这样的一个 这种计划 那么一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在此时此刻 谁是要成为比较可信的 对于所有的这种相干方 看一下我的背景 不管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恐怖 还是对于这种民主 还是属于权 还是属于少数民族的权益 在美国总统执政期间 看下我的一些执政 看下我的信用 那么这样一种信用基础呢 实际上就是可以看到 我们在许多的 国际问题上表现出的 自己的领导力的基础 那么 那么 以色列的首相 他会说是 奥巴马 奥巴马又是在 在政治我们会要的想做 那么我想呢 就是我与首相的中 然后98岁呢 是 叫做 奥巴马现在还在 还在路上 在阻碍 形同中阻碍 那么这就是在前一段位置 那里发生的一些事情 当时我应该说是 形势还是几点不错 我应该说 这个伊朗的现在 通过四年 现在越来越刺激 一个战争 那么中东呢 现在 在进入了更多的一些混乱当中 基金组织内心的 好处穿决翻来 那么 我也看到了 去里面 有三万平米的死亡 看到了 与这个中国的巨大贸易数字 每年这的逐年扩大 那么 韩国 看到了 朝鲜正在 出口自己的这种核技术 现在形成一种 核败烂 那我配慮看到 美国的这种影响力 在全局范围之内 正在扩大 我实际上看到 美国的影响力在全局范围之内 正在萎缩 那么这也是 考虑到 美国的这种经济 正在下滑 要考虑到 我们看到的是 美国的 在全球 全球 外交秩序当中的一些这种 秩序当中的混乱 我想的应该说 美国对于这种职业要求是 现在也要修复一下 过去的一些关系 周长先生 那么对于所有的一切 对于无论是中东 还是阿富汗 还是伊拉克 还是说现在 还是伊朗 您是有事了整个的地图 我非常高兴会说 我现在并没有去说 并没有形成一种外交的一种压力 它是一种双边的一种讨论 我们需要跟伊朗讨论 去结束它的 进合物 那么实际上 这是在过去 你从来没有受过的 那么在过去呢 你只是在说阿富汗的一些这种 论证问题 以团的方式 你会说 结束伊拉克战争 你现在又说 要有两万部队去那里 说卡扎菲的问题 以前跟我们关系也不一样 你还说